处女座 元素 土 模式 变动 原型 仆人 殉道者 完美主义者 分析者 符号 处女座在所有的星座符号中最难理解 我们讲处女理解为不堪事故 但这不是一个不堪事故的象征 也不是假正经或者逃避激情的象征 处女座是一个纯洁的形象 她还未被占有过 她不被任何东西所束约 不想要任何的东西 也不惧怕任何东西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限制她 她是自由的 不被任何人间戏剧所束缚 但是 她在这里 在地球上 世界对一个只追求完美的人会提供什么呢 她能够做什么呢 她像圣母一样等待 她不断在完善自己 并且为了消磨时间 她会在可能的时候帮助别人 小标题 目的地 嘶吼也会变沙哑 意识厌倦了狮子座的夸耀之后 开始探索更深层的意义 寻找一种目的感 狮子过于华丽 总是惊吓到我们 索求我们的注意力 但是慢慢地 我们的注意力的范围扩大了 神气的狮子被展示在一个新的视觉之下 在银河亿万年的历史 生与死的背景之下 她的骄傲和虚荣是如此的荒谬 狮子的嘶吼最终显得很空洞 在狮子座那里 个性达到了顶峰 她无法再继续向前了 我们的下一步 只能是跳入一个新层次的体验 在这种需要之下 在这种绝望之下 处女座 从中升起 意识进入一个新的感受 向往个人转化 不满足的种子已被种下 处女座必须成长 但是她们必须向哪个方向成长呢 向着纯净 完美 满足感 意义感 这些严格的大师们 她们所设定的目标都遥不可及 处女座的目的地 你可以说是完美 不过 她脚下的第一步 却很艰苦 处女座必须学会谦卑 通过无止境的理想主义 谦卑的自我评估 以及为世界服务的强烈意愿 来完善自己 这就是处女座的策略 资源 处女座的心识就像一张分辨率很高的底片 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像水面的闪光一样显眼 浪漫的虚视 无法遮挡她的眼睛 她只看到那些实际上有什么 或者看到了所有的细枝末节 当这种X光的心识转向她自己时 展示的影像会更加清晰 处女座人以一种残酷而清晰的眼光审视自己 就如同拿出保险政策来反对任何复利堂皇的欺骗 如果她看到自己身上的扭曲就无法安宁 处女座人从不自满 懒惰从来上不了她的日程表 拒绝任何华丽的假象 也是一根无情的马刺 鞭撤着她永远向前 不管她已经达到怎样的高度 她的目标总是在更远方 如果我们说处女座人没法懒惰的话 那么这只是一半的真相 要想找到另一半的真相 我们必须讲这些措辞 稍微变动一下 处女座无法满足 对她来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她讲自己的目光放在星星上 而星星是非常遥远的 有意义的工作对这个星座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如果一个处女座人的姑妈 温尼弗雷德去世了 给她留下一口油井 她有可能会马上退休 搬到度假圣地去 不过六个月之后 我们会发现 她比从前更加努力的工作 她可能不会再替人煎鸡蛋了 不过她还是会很忙 把那几百万遗产留给狮子座吧 处女座可不是来这里放松的 技能对处女座人来说 很容易掌握 尤其是那些需要耐心和精准度的任务 以及那些需要责任感的任务 她住人的愿望通常来说 会通过工作表现出来 不过也不限于这方面 即使在一周的极度忙碌之后 如果一个住得很远的朋友打电话来 想要她帮忙搬冰箱 处女座也会在半个小时内赶到这里 如果这个朋友不但需要人出力 还需要人提供意见 那么她会在十分钟后感到 处女座人心思缜密 她正不遗漏任何细节 因而导致误解 小标题 阴影 在星座的曼陀罗展开的过程中 我们第一次遇到了自我牺牲的能力 意识在心领域在前方的路上等待我们 但是有一些非常狡猾的匪徒也在等待我们 处女座可能会牺牲自己 她可能在自我诚实的暗交上 讲自己撕成碎片 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应该是那个样子 哦天哪 完美是一个凶狠而不妥协的老师 许多处女座人都有伤口来证实这一点 处女座人可能会跌入怀疑和不确定的模式 负面 低估的自我形象会困扰她 减少她的自然活力 她可能会限制自己 在一段失败的婚姻中 扮演一个傻瓜般的服从者 可能会被困在一个无聊而卑贱的工作里 在极端情况下 处女座可能会进行自我破坏 纯洁 完美 这些是抽象的概念 但对处女座人来说 这些就是她的目标 不过是永恒缥缈的目标 如果她看不见这些目标 那么一切都消失了 她的生活就耗散在一些很琐碎的小事上 她就成了流行占卜师们 所说的漫画式的大惊小怪的人 但是想要真正走向完美 处女座人必须学习 如何避免被自己所使用的工具所伤害 处女座的人 自我批评必须用完全的自我接纳来缓和 她必须学习无条件的爱上自己 而且必须以最难的方式 以一个诚实的心智来做到这一点 再一次 处女座人必须为纯净奋斗 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微妙的 她不能去恨自己的不纯净 她必须按自己所示的样子来爱自己 而不是自己可能成为的样子 这时候她才能够避免不断进行自我牺牲 以填补自我感觉不好的陷阱 处女座人的近距离 清晰化的意识聚焦 可能让她无法看到更宏大的景象 细节可能会淹没她 她可能会在不断记录人生压力点的过程中 忘记了能够活着是多么好的事 烦躁挑剔自我牺牲 当她不能以洞察力和自我接纳来调整这种清晰度时 会产生危险 如果处女座人被这个阴影抓住 那么另一个阴影也会扑过来 就像一只追踪尸子的豺狼面临的情况一样 攻击别人总是招致别人对自己的攻击 如果处女座人对镜子中的自己皱眉的话 她也会对自己所看到的世界皱眉 以完美作为自己的向导 处女座人可以像一只导弹一样扶摇直上 也可能会像玻璃一样被击碎 关键是要保持自尊 不管发生什么 她必须爱自己 她必须停止以自己目前的成绩来评判自己 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就是路的前方 处女座是最能够意识到那条路会多延伸多远的星座 虽然她有提前计划的倾向 但是她必须学会活在此刻 而且是充满爱的活在此刻 如果她必须评判自己的话 也只在无限的当下以强烈的生命过程来评判 其他的都不重要 任何其他方法都不能如此有效和快速的达致完美 天秤座 元素 风 模式 基本 原型 恋人 艺术家 调解人 符号 天秤不是现代的产品 没有弹簧 没有数字显示屏 只有简单的杠杆 直接出自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市场 将一盎司的签放在一个托盘上 在另一个托盘上倒上金沙 当他们彼此平衡时 你就有了一盎司金字 天秤代表和谐 均衡 两极的和解 签遇到金 生遇到死 爱 遭遇恐惧 没有光 是不带影子的 没有阴影 是与光 无关的 小标题 目的地 天秤座教导 从容 它代表心识 有意识地控制神经系统的能力 代表我们内在那个不被任何东西 所困扰 激怒 震惊的部分 它跟混乱签署了永久的和平协议 一个雨夜 我们乘坐的公交引擎烧坏了 在离佐治亚车站三英里之外的地方抛了毛 在我们的左边 电视上的付费广告 不停地让人用更多的除臭剂 令人厌倦 在我们的右边 一个手提式大功率录音机放着刺耳的三岁小孩听的disco舞曲 突然 拖音器里传来一个通知 说我们的公车还要晚点两个小时 我们在乎吗 不 这就是生活没有理由苦恼 天秤座的目标就跟所有的星座一样 是意识的转化 它要获得的是牢不可破的内在和谐 从此刻开始 没有什么能动摇这个平衡 任何东西都无法打破均衡 伤痛来了 伤痛走了 喜悦和悲伤起起伏伏 就像黑夜与白天交替 在旋转木马的中心 站立着有意识 而不畏所动的天秤 天秤的目的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却很难 那就是平静下来 小标题 策略 其他星座的人有一种内置的平衡 不管生活变得如何不和谐 他们都会继续讲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手头的事情上 他们的任务跟平静下来无关 而是别的东西 对天秤座的人来说不是这样 获得宁静是这个星座的工作核心 而且这种宁静必须通过 有意识的使用意识来获得 麻木和末世不能算 天秤对平衡天生没有免疫力 他们的宁静必须通过 不屈不挠的努力来维持 那从来都不是自动发生的 这是一个矛盾 天秤平静的符号 却将自己的神经绷紧得像小提琴的琴弦 他的艺术并不是去放松他们 而是看到他们从未被波动 变得完全脆弱 变得极其敏感 但是还能够平静 这就是他的任务 如何做到呢 天秤必须学会观察 情绪失衡的初期症状 你约会已经晚了十分钟 电话响了好几遍 你还透过窗户看到一个 当初让你很烦的大学室友 突然来探访 好了 进行一次深呼吸 静心五秒钟 这就是天秤的核心策略 永远不要让压力 形成连锁的反应 在他开始之前 停止他 还有其他的方法 但这是个关键 在任何一本流行的占星书里 你会看到一种说法 天秤座是艺术家的星座 这种说法有其正确性 但是我们必须要更进一步地去理解它 一般来说 这个星座的确会提升对美的敏感度 但是通常没有理解 对美的欣赏和创造 其实是符合天秤的进化目的 它们都会带来平静 在山津小道上转一个弯 从灰暗的松树林迈进一片广阔的草地 抬眼看去 树荫里的山脊上都是蓝色和绿色 还有黄昏下很嫩的粉红色和红色 感觉这种惊喜 感觉这种舒畅 进而发生了什么 不知不觉的 我们的口张开了 我们的肌肉放松了 我们长舒一口气 当我们看到一名芭蕾舞演员 旋转着通过舞台时 也会产生相同的心理和身体反应 而当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油画 或者望着自己终于打扫完壁后的卧室 也是一样 从外在世界中感受到的和谐 会转化为内心的平静 这就是天秤进化策略中的重点 它必须不断美化自己的内在环境 学习绘画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去那些美的地方 比如山川或者艺术馆也可以 整理床铺也可以 和谐不只是通过五官进入意识 还通过内心感受而来 而我们的内心感受 往往取决于我们关系的质量 对其他星座来说 友谊和婚姻的问题 都没有过这么重要 但对于天秤座 他所寻求的宁静同时 来自于他的另一半 流星书通常会说 天秤座人在爱情方面很幸运 但事实常常相反 对这个星座来说 关系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成长领域 这就意味着要在七宗做功课 甚至这里面可能发生 很多激烈的起伏 天秤座的目标是建立深入和谐的关系 其策略是学习向自己的习性妥协 但是不要向自己的本质妥协 而危险在于 他在关系中如此在意维持表面的和谐 以至于讲真正的宁静 小标题 资源 和谐感是天秤座的资源 但是这种和谐指的不仅是颜色 形状或者是个性 而是一种意识 即一切整体 都由互补的两半组成 女性使男性完整 光明使黑暗完整 邪恶照旧美好 美好使邪恶有意义 塞给天秤座任何一个僵化的教条 他立刻会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 告诉他政治左翼人士 拥有一切答案 天秤就会颂扬右翼人士的智慧 告诉他保守派会拯救这个国家 他就会指出自由主义的美德 对这个星座来说 真理永远是一个均衡的行为 天秤直觉地感觉到 金子必须和谦均衡 每一个真理 都被一个相等而相反的真理所均衡 这是天秤的宝藏 不只是艺术敏感 不只是亲切感 不只是社交场合的优雅 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 它渗透在所有的这些美德中 还包括更美的美德 天秤比其他任何一个星座 都更能忍受矛盾 它并不需要世界有意义 互相对立的哲学 人选择 天秤能够接受他们的全部 玛丽认为捷克是自私的 捷克认为玛丽是强势的 他们的朋友对此意见不同意 有的说玛丽对 有的说捷克队只有天秤才理解 他们都是对的 真理在两者的均衡中都能找到 对天秤来说 每一个真理都包含着两个 半个真理 没有哪个星座像它那样完全 无法满足于只有半个真理 小标题阴影 真理本来就是模糊的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点 我们的感知就更加清明了 但这个认识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负担 我们来到十字路口 我们需要做一个决定 而每一个决定又必须是明确的一步 退路上的桥必须被毁掉 想要念哪个医学院 那就意味着你无法去写关于 克里特导的诗 想要结婚 那就意味着你无法继续单身 心智是很广阔的 它可以同时保持两种可能性 但是生活却狭窄得多 我们必须在生活里进行选择 在心智领域 对矛盾的容忍是智慧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它只意味着犹豫不决 天秤会站在十字路口 非常震惊地意识到 没有一条路是完全正确的 选择前面那条路 后面那条路的幽灵变 所绕着你 选择后面那条路 你又会遇到前面那条路上的幽灵 天秤唯一能够做的就是 扔一枚硬币决定 然后照此执行 就好像他们真诚相信 没有其他的选择一样 如果没有承诺 生活只不过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我们无法永远保留选择权 但是天秤却有可能做这样的努力 在这种尝试中 他遇到了自己的阴影 天秤座可能只是在时间中等待 他们四处飘荡 他们甜美地微笑 他们不会有任何敌人 因为他们不会采取任何的立场 但是在表面之下 正是积累压力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是什么呢 没有威胁 没有压力 没有问题 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 但是有一只古老的钟 在某个地方 滴答滴答地走着 不管你是否决定 生命都在继续